前人民力量副主席快必谭德智发表煽动文字 和善惑他人参与美京批准集结等11项罪名 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0个月罚款5000元 48岁的谭德智前年多次在摆街站期间高叫光伏香港等的口号 被控超过10项罪名 包括前年1月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 4个月后举行或者召集未经批准公众游行 和发表煽动文字等 辩方求情说被告接受良好教育关心时事 虽然三次参选都落败 仍然希望透过社会活动令政制更加开明 又说部分控罪案发的时候国安法尚未实施 没有宣扬暴力 正是以言论宣洩情绪以致过火出位 加上它并非权贵没有重大的影响力 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池说 不能抽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背景 去理解他的犯案严重性和目的 又说被告等由法律团队支持 更加自作聪明 以健康座谈为限聚令抗辩理由 又说他视保释条款为无物 言行看不到有学养和修为 更加枉论是博爱宽恕的基督徒传导人 正是见到一个市井之徒的无边漫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顾道德底线 放弃原则、浅踏品格 法官又说被告哗众取宠 多次打击建制派 目的是进入立法会 肯受公币提供的收入、权威和社会地位 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 又说被告有一定知名度 在其中一次大埔中学生的集会 将错身之毒推至犯法场合 实行政治幕后黑手的意图 至于七项发表善动民治罪 在国安法生效后保释期间继续犯案 打击政府的公权力需要判刑阻击 考虑到部分控罪同日发生性质类同 整体量刑之后部分刑期分期执行 一共判监40个月罚款5000元 毛鲜烈士记者 侄据文不道 全港学校昨日起逐步恢复面受货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等多个团体 今天去到各区的学校派发防疫物资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上午先向荃湾区小学校长会 捐赠23,000个KN95的口罩 将会平均分发给区内23间小学 临近中午全港抗疫义工同盟成员 在中西区一间小学外向学生派发防疫物资 多个民建联立法会议员 就去到东区一间小学派发快测套装 五学生每人可以领取十套 他们促请东局向全港学生派发 一个月份量的快速测试套装 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说 行政将官候选人李家超竞选办的 Google账户被停止 他给我们的理由 说我们违反了出口及制裁的政策 而且是无法还原的了 即是说无法改变的了 我们收到他这个停止的通知之后 当然我们觉得很遗憾 我们觉得是毫无道理 但是我们认为他阻止不了我们 将我们选举的信息 我们候选人的信息 是向社会大众传送的 我们会继续我们的选举工程 我现在报告 报告在昨天4月19日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最新资料 在昨天共有330宗经核酸检测而确诊的个案 当中包括有93宗经医院管理局确诊 有64宗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确诊 如下173宗经私人化验所确诊 另外在昨天有338宗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的个案 在昨天香港共有668宗的个案 直至目前为止 在第五波的疫情里面 香港共确诊了118万7075宗阳性的个案 当中包括743569宗经黑酸检测的阳性个案 另外有443506宗是经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的个案 对于美国政府 因为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的工作 做出无理的所谓制裁 这是一个霸凌的行为 任何国家的官员 都应该欠尽所能 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的 我相信这个 在他的国家 他都会这样要求他的官员的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 是无理 是霸凌 是刻意希望施压 令到我有所猶疑 但是我多次强调 他们的无理行为 只是令到我更加坚信 我正在做的事是正确的 所以我不会理会他们的制裁 痴之以备 对于某些媒体 我不能够再用 这个当然我是感到失望的 但是不影响我的选举工程 因为我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渠道 去接触市民 去讲解我的施政理念 绝对不影响我的选举工程 我会继续全力以赴 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接触大家 去讲解我的施政理念 去让大家认识我 同时是通过我们的沟通 是营造到社会的共同力量 是共同去为香港创新片章 警方联同消防处 在青衣堵破两个非法加油站 警方和消防处突显队人员 今早早在青衣青梅街 发现一部储存柴油的油缸车 旁边有一部中型货车 怀疑从油缸车非法入油 警员拍摄怀疑非法燃油作记录 另外在青衣青上路 警方亦都发现一部油缸车 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站 警方说行动中一共检获大 一万五千公升的柴油 约值三十万 并接获两个男人 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等罪 两部怀疑非法改装的车 被拖去大满冲汽车 扣留中心作进一部的检验 在死亡数字方面 最新的数字是第五波 香港共陆得8973宗的死亡个案 较昨天增加了10宗 到目前为止 第五波疫情的个案 病死率是0.76% 在80岁或以上的个案当中 病死率是10.4% 年龄分布仍然是维持在11个月至112岁 年龄中位数是86岁 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 因为被美国制裁 他竞选派的Google账户被停用 李家超说感到失望 但强调不影响他的选举工程 对于美国政府 因为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的工作 做出无理的所谓制裁 这是一个霸凌的行为 任何国家的官员都应该 竭尽所能 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我相信这个 在他的国家 他都会这样要求他的官员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 是无理 是霸凌 是刻意希望施压 令到我有所犹豫 但我多次强调 他们的无理行为 只是令到我更加坚信 我做的事是对的 所以我不会理会他们的制裁 黎之以备 对于某些媒体 我不能够再用 这个当然我是感到失望的 但不影响我的选举工程 因为我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渠道 去接触市民 去讲解我的施政理念 报了有学生 今早检测得到阳性 包括有两间在九龙区 和一间在港岛区的学校 涉及总共有四名的个案 包括一名的职员 涉及一间学校 和三名的学生 在两间学校里面 这些个案 全部都是没有上学 而且他们在之前 过去一段时间 都没有在学校逗留过 这些个案 都是因为要做个检测 检测得阳性 没有回到学校 也跟学校没关系 也不是在学校感染 有一间学校 就情报了 有十二名的学生 是快策阳性 我们其实即时 都跟学校了解 也都是学校确认了 有十二位的学生 是阳性的 我们也拿回 这十二位学生的 班别等等 就了解它的分布 昨天我们初步的资料 得到的资料就是 这十二个学生 有十个是小学部 有两个是中学部 但是分布在不同的班别 那里的 因为我们都见到 个案比较多些 所以我们都希望了解 就是拿回这些学生的名单 就是了解回它 会不会有一些 虽然他们在阳性前 没有在学校出现过 会不会是有一些 聚集性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我们当稍后 我们是追回学校 拿回那个学生名单 想再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学校就再接触回家长 就确认这些是阴性的个案 其实就是错误 透过学校一个内联网的平台 报了给学校 那学校也都以为是一个阳性的个案 那这个我们了解了之后 那我们都透过学校了解一下 就是详细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会不会是家长 其实是真的报错了 还是阳性呢 那我们再了解的时候 就拿到进一步的资料了 那我们都得适学学校 这十二位学生 就今天都有上学的 那学校也都跟他们做了一个 就是再复检多一次 做了一个RAT 都是阴性的 那也都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都拿了个名单 那都确定了 是这十二个不是一个个案来的 谢谢大家